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穷小子》第217篇,你刚刚说你是试检察院的,不去抓那些贪官,和我们这些老百姓过不去,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们可人多,老百姓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个时候,刚刚看丁长生正见的那个人站了起来,丁长生一手提了一把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看着那个人,问道,你是这些人的头背,咱们好好谈谈,谈得成,你们滚蛋,谈不成,我滚蛋,如何? 好,谈什么?怎么谈?丁长生笑笑,问道,你告诉我,外面这些有多少人?四五千吧,怎么了? 四五千,人不少啊,一个县城才多少人,你居然能花钱雇这么多人来这里闹事,看来你背后的金主也是个有钱的主,说吧,他是谁,你告诉我他是谁,你的事可以从轻处理,电厂的事是电厂的事,那是政府考虑的问题,你们在这里闹。 要是政府说,那电厂不建设了,你们还在这里闹吗?丁长生问道,这人一听丁长生的话,脸色变了变,说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反正我是替这些老百姓说话的,别以为老百姓好欺负,那是没有带头的,我不怕告诉你。 我坐过牢,大不了再进去坐牢罢了,我就为他们出头了,怎么着罢? 丁长生点点头,说道,嗯,这话听着还真是条汉子,但是你收了人家多少钱? 你和这屋里的弟兄们说过吗?凡是在这屋里的,不是你的朋友,也是你的亲戚吧?你收了多少黑钱,分给他们了吗? 黑钱,你胡扯什么?这家伙心里就纳闷了,丁长生是怎么知道自己拿了钱的,所以眼神就有些闪躲,可是这一切都被丁先生看在眼里。 这些兄弟们也都不小了,也都是有家有口的吧?你收了钱,就给他们一天一百块钱,这不合适吧? 丁长生说着,拿出来手机摆弄着,趁他不注意,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蓝小山,让他查这个人,这个人既然自称是坐过牢的,那肯定是有案底的,所以,查这样的人不难。 你胡说什么呢?你再说一个事实,我可告诉你,老子在牢里可是一个打七个,都没皱过眉头,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这家伙说着,走向丁先生,就要动手。因为丁长生猜测的这些事,他基本都有,外面的人是花钱雇来的,自己也拿了幕后金主的钱,所以,要是这个时候,丁长生再继续说下去,那自己,就得全都露线了。 自己好容易蒙住了这些人,要是这些人坐鸟受散,那这出戏,接下来怎么唱? 怎么着,想动手啊,别以为你们人多,打人是犯法的,尤其是打检察院的检察官,那更是袭击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你们都要想好了再动手。 丁长生依然是稳坐泰山说道,没事,都给我上,打死了算我的。 这个时候,丁长生的手机上,发来了一张照片,一看就是从电脑上拍摄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足以看清楚一些基本信息了。 长四,行满释放才三个月,你就带着这些人,在这里作恶,你是真有本事啊,这下好了,不用公安局的人来,我先替他们把你收了。 丁长生笑着站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的? 丁长生非常吃惊地问道,丁长生扬了扬手里的手机,说道,是你把外面这些人解散呢,还是我替你解散? 我可告诉你,这里面的性质可不一样,你要想好了,是你自己干,还是我替你干? 这时候,门口有人敲门,丁长生打开一看是薛贵昌,他朝着丁长生点点头,然后进来了。 我是湖州市长薛贵昌,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一件事,那就是原本规划的陶县垃圾焚烧电厂不再建设了,你们迅速地从县政府撤出去。 要是继续围困县政府,公安部门将采取严厉措施。 薛贵昌说道,丁长生那个气啊,你宣布这是之前,和我说一声啊,咱们商量一下,这下好了,建设电厂这是怕是要黄了。 你说话算话? 长四问道,我是市长,我说话不算话,难道你说了算? 薛贵昌问道,长四点点头,指了指钉长生,说道,好,算你们识相,不过我可说明白了,你们要是糊弄我们离开这里,你们要是再继续建设,我们还会再来的。 长四带着人出了门,下楼,用高音喇叭向外宣传,半个小时后,县政府围困解决了,但是留下了一地狼藉,现场吴清海给环卫局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来清扫干净。 市里同意不建设这个垃圾焚烧电厂了。 丁长生问薛贵昌道,底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是这么说的,其实这个电厂建设不建设,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底书记说了算,肯定是他向上面请示了,人家是同意不建设了呢,还是暂时缓一缓。 这我就不知道了,据说这个电厂是安公子的项目,建设这样一个电厂,将来坐地收钱不说,国家还会给一大笔的补贴,其实安公子一分钱都不用出。 据我所知,电厂的前期项目已经投了一个亿,我看,这一个亿早晚会算在市政府头上,这就是现实。 薛贵昌无奈地说道,这个带头的叫长寺,是一个刚刚行满释放的家伙,我觉得他背后还是有人在指挥这件事。 这些人每天一百元,这也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人不得不查查。 丁长生说道,这件事交给市局,让他们秘密扣住长寺,一定要从他嘴里掏出点东西来。 这件事兴致很恶劣,也起到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 你想想,要是凡事有事都这样干,那我们的政府还叫政府吗? 薛贵昌说道,薛市长,我安排了饭,吃了饭再说吧,我也好几顿没好好吃东西了,早已饿得是前心贴后背了。 吴青海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说道。 薛贵昌看看丁长生,问道,咱们吃了再回去。 好,随便怎么都行,叫蓝小山一起过来吧。 丁长生说道,丁长生在县政府的院子里见到了刚刚赶过来的蓝小山,两人站在院子里没有急着上去。 你让我查的那个人是什么意思? 蓝小山问道,是这起围困县政府的头头,但是这个家伙也只是个组织者,这后面还有人在操纵。 这个垃圾焚烧电厂的确是有污染,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被煽动起来,跟着来闹事。 还有人给钱,何乐而不为呢?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这后面有什么人,背后的那个金主是谁。 丁长生说道,这我得回去慢慢查,还得把这个长寺抓住。 这是慢慢来,刚刚消停了。 如果马上就把长寺抓了,恐怕这事会有反弹。 蓝小山说道,嗯,你看着办吧,我估计,长寺会跑,他心里有鬼,肯定会预先做好了计划,一旦不对,就会溜之大吉。 丁长生说道,他跑不了,我已经安排好桃县的警察去跟踪这事了。 丁长生摇摇头,问道,你以为桃县的警察就能信任吗? 别忘了,长寺也是桃县的,而且这个长寺到底有什么本事,还真是要好好琢磨一下。 蓝小山文言,又急着去打电话了。 这顿饭就是在县政府的食堂里吃的,不过倒是很丰盛。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整出这么一桌子菜来,伪食不易。 吴青海有种大难不死的感觉,这个时候举起茶杯,以茶代酒说道,薛市长,丁局长,蓝局长,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敢饮酒,以茶代酒谢谢大家,我干了。 丁长生没理会他,蓝小山却说道,那个长寺是什么来头。 吴青海文言,说道,丁局长,我觉得,你吃完了饭,立刻离开桃县,你要是在桃县出了事,我可担待不起。 丁长生文言一愣,薛桂昌也有些疑惑,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长寺这个人,心狠手辣,我担心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听说了,你们在走廊里和会议室发生的事了,长寺这个人很记仇,而且他和你还有过节。 你知道长康虎这个人吧,我们桃县的首富。 我知道,怎么了? 丁局长,你是不是来了湖州后,办了一个案子,你们检察院的陈东,还有纪委的金立军都被弄到省纪委了吧? 这我们下面的人也都知道,还有长康虎。 可惜的是,你们市纪委的人下手太慢,拖拖拉拉,长康虎现在外逃,不知道在哪里躲着呢? 但是我敢断定,这件事肯定是和长康虎有关系。 别的不说,每天出那么多的前故人,长寺做不到,但是长康虎有这个实力。 吴青海说道,你的意思是,长寺是被长康虎指挥的。 长寺是长康虎的没出五福的侄子,而且长寺被判刑。 就是因为前几年,长康虎和我们桃县的另外一个开发商争夺土地打了人家。 长寺把人家打断了一条腿,这才被判刑入狱,但是很快,这才几年,就被长康虎买了出来。 吴青海说道,丁长生点点头,喝了口茶,问道,但凡这种地方的一霸,必然是有地方政府官员为其撑腰,充当保护伞,这个长康虎的保护伞是谁? 吃菜吃菜,没有酒,就多吃菜,吃完了,你们还要赶回湖州去。 老吴,你别打岔,这保护伞不会是你吧?丁长生问道,哎哟,我要是他的保护伞,他会组织人来围困县政府吗? 吴青海问道,那是谁?吴青海,在这里没外人,你就直说,这保护伞是谁?丁局长是反贪局局长,你害怕什么? 薛桂昌怒道,好好,领导别生气,我说,我只说事实,是不是保护伞,你们自己判断,怎么说呢? 长康虎在这几年,与何书记的关系比较好,这在陶县都是知道的,长康虎这几年发展得这么快,都离不开何书记的支持。 不对啊,既然这个长康虎与何书记的关系这么好,怎么会给何书记添麻烦? 围困政府这可是重罪,一旦判刑,法院绝不会手软的,怎么? 蓝小山话未说完,吴青海说道,各位领导听我把话说完好吧,其实就在一个月之前,和书记和长康虎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发生了长康虎的儿子奸杀少女一事。 是,长康虎以为自己能摆平,但是没成想,案子到了市里,和书记有没有牵线搭桥不知道,结果是长康虎搭上了市纪委的金力军,这后面的事,丁局长应该是比我清楚,这都不要紧,不会影响长康虎与何书记的关系,但是和书记后面做的事就不地道了。 看来这个吴青海对何兆明的行为早已是深恶痛绝,或者是他们俩早已水火不容,所以逮着告状的机会,那还不得枉死理整,所以丁长生觉得,吴青海提供的线索是很重要,但是需要一一核实,不过何兆明存在独职的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县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他居然不在现场指挥,躲到市里遥控指挥,这是什么概念? 本来县里建设那个发电厂,老百姓知道了,就很有意见,也有小规模的附近居民到县里来反映情况,让我们不要在那里修建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没有污染,我们现在做不到,老百姓也不信,但这是政府的事,老百姓能有啥办法,所以,渐渐也也就没人管了,可是长康虎出事之后,和书记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把属于长康虎的几块地收了回来,为此长康虎很恼火,可是和书记的理由很充分,那即是两年不开发就收回,而且,这地给了谁呢? 湖州市城建集团,城建集团是干啥的?你们肯定比我清楚,而且,那个电厂也是城建集团的,所以,这一环扣一环,直到最后,闹出了这么大的事,网上的议论我都看了,都是骂政府的,我们都快给骂死了,也难怪,现在只要是出了老百姓和政府的事,一定是政府不对。 对,薛市长,你说我们这么多年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搞错了? 吴青海问道,你喝多了? 薛桂昌脸色很难看地说道。 吴青海点点头,苦笑一下,说道,好好,我喝多了,我的确是喝多了。 接下来的饭局很沉闷,但是丁长生心里早已有了打算,既然这件事是和何兆明有关系,那么,拉下何兆明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李铁钢虽然没有催自己,但是自己要是无所作为,那也不是回事。 所以,自己要在湖州折腾,不能大折腾,还不能小折腾吗? 回湖州的路上,丁长生被薛桂昌叫到了他的车上,自己本来是想坐蓝小山的车,一路调情回去多好,和你一个半大老头子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家是领导,不得不听啊。 怎么样,有什么打算? 薛桂昌问道,丁长生看看前面开车的司机,又看看薛桂昌。 没事,说吧,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对一对,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起去了。 薛桂昌问道,丁长生很谨慎,毕竟这是要是一个说不好,自己的计划就可能被人预先洞察,这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尽管薛桂昌相信他的司机,但是丁长生信不过。 他一直记着一句话,君不密则是臣,臣不密则失身,己是不密则成害。 所以,丁长生再次进入到官场这个大染缸里面,不会再轻易地对任何人吐露心声,除非是他很信任的人。 具体到这件事上,他认为薛桂昌是可以信任的,至少薛桂昌和底昆成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所以,办不办和赵明他们是可以商量的,但是这里还坐着一个司机,这话就很不好说了。 半路俩个人下车放水,薛桂昌和丁长生走到了一处小树林边上,薛桂昌说道,长生,你也太谨慎了吧。 不是我谨慎,是我来了湖州之后,处处危机,到处都是陷阱,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搞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何兆明这个人吧,纪委不会插手他的事,纪委的是底昆成能搞定,但是我们检察院肯定会启动调查他是不是独职,至于其他的事,慢慢来,这玩意就像是包洋葱,里面坏没坏,都得包开了才知道。 丁长生说道,好,长生,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你放心,你只要干,是里面我是全力支持你的,你放心,这是梁书记也不会不管,我会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写个报告,亲自去向梁书记汇报,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助力了。 薛贵昌说道,好吧,借薛市长急言,看看这个何兆明到底什么道行,要是以这件事为契机,再查出来点其他的事,那才最好呢。 丁长生笑笑说道,这个时候,丁长生的手机响了,薛贵昌看了他一眼,转身向车上走去,丁长生拿出手机看了看,是萧涵打来的电话,有什么吩咐,我听着呢? 丁长生说道,你说的那是有消息了,你现在能见我吗?我们约个地方。 萧涵小生说道,我现在在回湖州的路上,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到湖州,到时候我联系你吧。 丁长生说道,好,到时候联系。 说完,萧涵就挂了电话。 到了市区,薛贵昌先让司机把丁长生送回了单位,这才回了市政府,这让丁长生感觉到薛贵昌这个人真的是很会做人。 丁长生刚刚进了办公室,安磊就跟着进来了,随手关上了门。 我都担心死了,你真去讨县了,你看看网上那些照片和视频,太吓人了。 我们这职业现在也要面临生命危险了吗? 安磊说道,你们公宿科就没收到过威胁,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以后还会有,尤其是这样的群体性事件。 人人都抱着一丝法不责重的心态跟着捣乱,殊不知我们党最拿手的就是秋后算账,别以为做了事没人知道,所以呢,别担心,事情都处理好了,放心吧,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 丁长生问道,有,省姐明天要下来人,让你在单位等着,他们大概上午十点到。 安磊说道,丁长生点点头,说道,好,按照一般接待规格接待吧,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问办公室副主任,他们都是跟着姜天河干的,还能不知道? 我明白,那我先去忙了。 安磊说完就走了。 下午下班后,按照约定,丁长生开车在一处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接到了萧涵,然后一路向郊区驶去,一直到了洛马湖的大堤上,这里柳树阴阴,凉风袭袭,非常的舒适。 这个时候,太阳也下去了,俩个人停下了车,也没下车,就在车里坐着。 现在可以说了吧,你打听到什么事了? 丁长生问道,这是不能打听,我也只是偶尔听了这么一耳朵,我要是到处打听这时,陈焕强肯定会很快知道是我泄密的。 你猜得没错,想要绑架你孩子的就是他们的人干的,还是因为朱佩军的案子,他们想要吓唬吓唬你,让你不要再查这个案子了。 萧涵说道,这么说,他们意识到危机了,可是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关注这个案子了,他们到底害怕什么呢? 丁长生问道,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陈焕强说,如果朱佩军这个渠道被打掉了,他们就会损失很大。 看来朱佩军对他们真的很重要,你这次是打到他们的软肋上了,所以他们才狗急跳墙,想要通过绑架你女儿来威胁你,放弃对朱佩军的追查。 萧涵说道,嗯,看来是这样子,你现在在哪里,住,我送你回去吧。 丁长生说道,哎,不带这么过河拆桥的,我这刚刚说完,你就等不及要撵我走了,陪我坐一会怎么了。 萧涵白了他一眼,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你别说话,还有见识,你有麻烦了,别说我没提醒你。 萧涵话里话外透着得意,看得丁长生有些心计。 什么麻烦事?丁长生问道。 你是不是鼓动周洪奇离婚了? 他爹要来湖州找你算账了,你等着吧。 萧涵说道,找我算账,他有毛病啊,我和他有什么关系? 丁长生说道,有什么关系,周洪奇和我在电话里说了,他回去是谈离婚的。 哪知道这老头以为是安静要离婚,所以给安静打了个电话,哪知道安静把你告了一桩,说你在破坏他们的感情。 你说,那老头能饶了你? 萧涵问道。 这简直就是在胡扯,这和我有个屁的关系,我又没有鼓动他们离婚,找我。 找得着吗? 丁长生说道,反正吧,周洪奇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个招呼,他现在正在极力地说服他老爹不要来,但是好像不怎么管用,我就是想告诉你,安静这个人很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还是小心点,不要上了别人的套。 萧涵说道,这我知道,不用你教我,陈焕强的事,我谢谢你,但是仅有这些消息还不够,我还想知道的更多,你既然不想和他在一起了,你还顾忌什么,出卖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既然敢对我的家人下手,我就会让,让他生不如死,我知道他的关系亡很大,即便是被抓了,也会有人捞他出去,这个你放心,我不会让他被抓的,一旦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会亲自送他回老家。 丁长生语气冷漠,让萧涵感觉到了振振寒意,这很难,他的警惕性很高,如果我乱打听的话,会很快被发现。 你不用乱打听,你只要是观察好他的那些材料都藏到哪里,你告诉我,我派人去取,或者是他下面主要执行的人是谁,我也可以派人去找这个人,从那里获得更多的证据,这些都不需要你亲自冒险,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让你亲自冒险,你说呢? 丁长生说着,一只手伸向了萧涵的大腿,萧涵明显地一哆嗦,但是却没有躲开。 你要干嘛?萧涵声音有些颤,问道,为了感谢你今天来给我说这些,对你的回报,怎么?不愿意,我能说你就是个胆小鬼吗? 是啊,我有时候是胆子挺大,但是有时候胆子又很小,怕被你赖上了。 丁长生说道,就是因为你胆小,所以周虹奇才会被迫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因为你胆小。 我才被逼无奈跟着陈幻强那个老东西这么几年,我是经历过失败婚姻的人,你以为我会赖着你结婚吗?我有那么傻吗?结了婚,就等于是一条绳子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到头来,只会越勒越紧,不知道哪天就被勒死了。 萧涵说道,听闻萧涵说完了这些话,丁长生沉默不语,萧涵以为自己哪里说错了。 过了一会,才悠悠地说道,你放心,为了你,我还是会去和陈幻强周旋,不会因为今晚和你发生了关系,就赖着不走,我不是这样的人。 算了吧,我不忍心,你不要再去和他有什么牵扯了。 当然了,让他知道你和我有什么牵扯,他会怀疑你。 不会的,他一直都想让我来勾你,目的就是想和你挂上关系。 他要帮助那些外逃的人屡顺国内外的关系,你的磐石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所以他一直都想和你合作,让你为他开辟一条通道。 萧涵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将烟蒂扔到了湖里。 还有这么一回事,那就好办了。 萧涵,你对我是真心的吗? 丁长生问道, 萧涵瞪着眼看着他,说道,你问我这话就是没良心,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省委组织部和省检的人来了,可能是宣布对我任职检察长的事,我得早去,不然的话被人挑刺。 任命检察长,我的帅哥,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检察长是要人大选举产生,然后省检检察长提请省理人大常委会批准才可以。 现在又不到召开人大的时候,怎么认命,程序不对,我看,他们来也是宣布让你主持工作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过呢,你也不用着急,这不到了年后开两会时就可以了吗?所以,你急什么? 萧涵媚眼如丝,虽然眼里都能看到血丝,一看就是睡眠不足,那也不行,我不能迟到。 该走了,他们过一会就该到了。 丁长生说道,去了市委办,丁长生觉得也没什么和他们可说的,所以,丁长生就躲在汽车里等着梁可义他们到来,又和梁可义在信息里说了一下,自己在停车场等他们。 对于底昆诚来说,今天所有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丁长生当检察长是铁板钉钉的事,现在只是程序不合适。 所以,梁文祥的意思是让丁长生主持检察院的工作。 对于梁文祥亲自打电话定下来的是,底昆诚就算是心里再不满,也不敢说个不字,所以,只能是满口答应下来,这还不算,省委组织部的梁可义要亲自来,梁可义和梁文祥啥关系。 底昆诚觉得,这是欺人太甚,可是关大一级压死人,就是欺你了,你怎么着吧? 市委组织部长张国阳倒是早早地到了市委书记底昆诚的办公室里,两人坐在沙发上,相互让了一下烟,然后各自点上抽了起来。 这个丁长生还真是有本事,别人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梁可义却是咱们梁书记的千金大小姐,这么大年纪也不嫁出去。 据说给他介绍了很多名门弟子,他都看不上,难道是看上这个丁长生了? 张国阳说道,国阳,这话可不敢乱说,被梁处长知道了,小心在省委组织部给你穿小鞋。 底昆诚说道,无所谓,安部长走了之后,我在省里也没什么关系了,要不是你去北京时带我去了一趟? 估计我还在省委坐冷板凳呢,梁文祥来了之后,对我根本就不待见。 底书记,像我们这样伺候过一届领导的,要么是升上去,要么是落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 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的仕途也就到这个组织部长了,别的不敢想了。 张国阳说道,底昆诚点点头,没接茶,过了一会才说道, 陶县那边,你觉得谁接替何兆明好? 何兆明?他怎么了?不想干了? 张国阳问道,不是他不想干了,是有人不想让他干了。 从我得到的种种消息,纪委和检察院很可能会找他的茶,就是因为群众闹事的事, 即便是是里面不处理他,省力也饶不了他,在这件事上他负主要责任,这是没法推脱的。 底昆诚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早做准备,在上面找他的麻烦之前把他拿下来。 张国阳问道,没错,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不然的话,等到别人搞他,我们就被动了。 纪委也好,检察院也好,只要是他进去了,你说,他能说出点什么来? 该说的不该说的,还不都得往外倒了?金立军就是例子,要不是这家伙,陈东进不去,丁长生也不会有机会, 国阳,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主持工作,那和一把手有啥区别? 底昆诚说道,张国阳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我待会回去物色一下人选,尽快报给您。 嗯,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现在很多事我们都做得太被动,所以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 底昆诚叹道,此时,梁可义地车进了市委大院了,丁长生也从车里钻了出来。 秘书也通报了底昆诚,说省里来人已经到了楼下了,底昆诚站起来,走到了窗户边向下看去, 却发现一个穿着灰色小西装的女人下了车后没有上楼来,却走向了大楼前的停车场。 而她的对面也走来了一个男人,正是丁长生,两人相遇后,转身向大楼走来。 国阳,看来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这个梁处长对丁长生真是青睐有加呀,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居然都不顾忌自己的颜面了。 底昆诚说道,张国阳文言也走了过来,看到了下面的一幕,说道, 要不要我找个人打听一下,我和省城的万和平不错,这家伙消息灵通得很, 据说和这个丁长生也能说得上话,俩个人的关系还不错。 底昆诚摇摇头,说道,算了,这男男女女的事,我们还是不要掺和为好, 不过丁长生是有老婆孩子的,这么搞,这不是在玩火吗? 既然他喜欢玩火,那就让他玩呗。 我们不要管这种闲事,待会你们一起去检察院宣布了这事就算是完事了, 其他的都不要管,至于梁可义,我们也不要过于巴结, 饭都免了,丁长生会管他吃饭的。 我们掺和这事,不好。 嗯,我明白。 省检来的也是一位副检察长,叫林明水,丁长生和省检的人并不熟, 所以也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梁可义和丁长生边走边嘀咕。 林明水对丁长生真是刮目相看,谁不知道,在现在的中南省, 谁要是能巴结上这位梁大小姐,那就等于是飞黄腾达了。 所以,他也想和梁可义多说几句话,至少也混个脸熟嘛, 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自己面子。 这一路走来,等到见了丁长生之后,看梁可义那热乎劲, 林明水才知道人家是喜欢什么菜,自己也就知趣地躲到了一边了。 这是程序问题,你先主持工作,干什么工作都不耽误,没办法, 我爸就是想服你,也不能服得这么明显吧。 所以,你不要有情绪,这是按说早就该告诉你的。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和你提前说。 梁可义问道,我也不知道,你放心,回去告诉你爸, 检察长不检察长都没关系,只要是有权利就行。 一个称号而已,我刚刚从陶县回来,陶县的事很复杂,回去告诉你爸。 我准备从何兆明开刀,这后面还有什么人,那就不知道了,能挖出谁来就算谁吧。 反正这个人必须拿掉,站着毛坑不拉时,这段时间都没去陶县上班, 一直都躲在室里遥控指挥,你见过这样的县委书记吗? 丁长生说道,也是他的人。 梁可义问道,嗯,先不说了,到我办公室再说吧。 两人在后面嘀嘀咕咕,前面的林明水已经和底昆成握手了, 俩个人这才快步上前。 先是梁可义和底昆成碰了一下手,接着是丁长生。 底昆成也只是对丁长生点点头,然后这几个人就都进了办公室了。 办公室人员上了查之后,就开门出去了。 林检,梁处长,一路辛苦了,我也接到梁书记的电话了, 一切都按照梁书记的指示办。 这位是我们市委组织部的张部长,待会他带你们去检察院, 我待会还要开会,就不陪你们了。 底昆成说道,张国阳站起来说了几句客套话,剩下的就是废话, 底昆成虽然对这样的场合驾轻就熟, 但是却没有多少和这些人周旋下去,这也难怪, 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来自己的心窝子里插刀子的, 自己还得笑脸相迎,丁长生就是那把刀子, 无论是自己的拉拢,还是安静的恐吓, 还有自己老婆的好言相劝,都是无济于事。 看来梁文祥是铁了心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剩了,留在湖州, 败了的,那就是彻底滚蛋。 陈东倒了之后, 这些副检察长都开始了疯狂地跑动, 但是跑动一番后, 发现根本没有可能是自己在网上爬一爬, 因为这个位置早就是内定了的。 所以,当召开全检察院的会议时, 副检察长只来了两位, 其中一位是丁长生。 丁长生的脸色很不好看, 安磊悄悄走了过来, 而语道, 昨晚我亲自打的电话, 一个都没落下, 包括每个科员, 他们都说要来的。 我知道了, 不管了。 丁长生说道, 检察院顶楼的会议室里, 丁长生和几个领导都坐在了上面的台子上, 梁可一歪过身体去问道, 刚刚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办公室里的, 怎么了? 没什么, 长得不错, 看来丁检很注意工作环境嘛。 不过, 可不要出乱子啊。 我听说, 那个陈东就是被他的办公室主任给举报了。 很惨, 本来陈东把收的那些翻案的钱退了, 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 只抓到了那一次。 但是那个办公室主任举报的可就多了, 估计省纪委很快就会来湖州抄家了。 梁可一说道, 这你放心吧, 我这人, 现在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自制力还行, 早就过了见到女人就拔不动腿的年纪了, 更何况, 我现在重任在肩, 这里呢, 又是一步一个坑, 我哪敢懈怠和胡来。 丁长生说的一本正经, 梁可一就信了。 这样的会议, 就是个刑事而已, 但是开完了这个会, 检察院里的情绪也就定下来了, 以前不知道谁才是未来的一把手, 现在不就明白了吗? 梁处长,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我们组织部都准备好了。 开完了会, 张国阳凑过来说道, 张部长, 你这是要走啊,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午饭, 你看, 这一宣布谁主持工作, 就有这么几个副检部来, 这是对我有意见, 也是对你们组织部门有意见, 你要是再不留下吃顿饭, 给我撞撞门面, 你说我还干得下去吗? 好了, 不说了, 都不许走, 就在检察院吃, 我们这里的食堂, 是陈东在的时候修建的, 各位领导也来参观参观, 看看水平如何。 丁长生说道, 梁可一看着丁长生 那坏坏的表情, 就知道他是话里有话。 张国阳本来是不想留下吃饭的, 但是禁不住丁长生的挽留, 当然了, 还有默不作声的梁可一 在一旁的压力, 要是丁长生这么挽留 他都不留下, 那么梁可一回去, 在他爸面前说上那么一两句, 自己这个组织部长 就可能干不长了, 毕竟这个位置是很抢手的, 再说了, 自己走的是谁的关系, 当上这个组织部长的, 梁文祥应该比谁都清楚。 于是, 几个人在安磊地安排下去了 检察院的食堂里, 进去之后, 张国阳笑笑说道, 林检, 你们省检的食堂 也这么气派吗? 省检的食堂 可没有这么气派, 这里装修得还挺精致啊, 看来陈东进去 也是有原因的。 贪图享受, 一个市里的检察院, 把一个内部食堂装修得这么豪华, 他想干什么? 林明水板着脸严肃地说道, 丁长生笑笑, 说道, 干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走吧, 我带着各位领导参观一下我们这个食堂。 在丁长生的带领下, 他们去了食堂的后厨。 我来这里的第一天, 陈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 说是外面吃不到的, 这里都能吃得到。 这些冰柜里储存的都是一些山珍海味, 有些还是从西藏和云南进来的野物。 今天各位领导做个见证, 这些东西可都没有动过, 不信你们可以问问这里的后厨。 丁长生说着拉开了冰柜, 几个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怎么着, 中午你要请我们吃这些啊? 梁可义问道, 你们是省里的领导, 还有市里的领导, 我怎么能让你们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些东西稍后都会销毁, 这个食堂说是检察院的食堂, 其实就是陈东一个人的食堂。 外面吃吃喝喝, 有纪委监督, 有群众监督, 这里呢, 没人监督, 把厨师请到单位里来做。 谁还能到这里来监督, 没见过去人家家里看看人家吃的是什么吧? 丁长生笑道, 嗯, 丁姐, 你这个想法好, 那你给我们做了什么饭? 张国阳问道, 张部长, 你饿了? 走吧, 我们去吃饭, 就在外面, 这里的舞厅和饭厅都将拆了, 也不是全拆, 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拆了, 扩大一些, 作为单位食堂, 任何人都可以花点钱来这里吃饭, 省得到时候一下班都要出去各自谋食。 丁长生说道, 本来丁长生是提议喝点酒的, 但是在检察院里中午喝酒, 都觉得别扭, 还有就是丁长生这番态度, 谁也不想多事, 所以一顿饭草草结束了, 张国阳自然是最先离开的一个, 而林明水去休息了, 丁长生和梁可义则是去了他的办公室, 看来你的人员在这里还真是不怎么样。 梁可义坐下后, 丁长生给他倒了杯茶, 不但是在单位不怎么样, 在湖州更是不怎么样,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你爸对我是放心的, 我如果来了这里之后和这里同流合污, 打成一片, 你还会来看我。 丁长生说道, 谁来看你了, 我这是正常的工作好吧。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说道, 我知道, 谢谢你的好意。 丁长生说道, 开始时, 这话谈得还算是很和谐, 但是谈着谈着, 梁可义的话题就跑偏了, 而且谈话的内容让丁长生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 他们把你放到这里来, 是让你做事的, 不是惹事的, 但是你呢? 惹事生非的毛病还是改不了。 丁长生, 你也是第二次入行的人了, 还没接受教训吗? 梁可义喝了口茶, 不咸不淡地问道, 惹事生非。 我要是不惹事生非, 他们怎么能浑水摸鱼? 丁长生问道, 你少给我打岔, 我问你, 周鸿旗是怎么回事? 梁可义问道, 周鸿旗, 周鸿旗怎么了? 丁长生心里一惊, 问道, 这不是第一个人问到这件事了, 萧涵也问过他关于周鸿旗的事情, 看来这件事真的传开了。 丁长生, 我们这个圈子能有多大, 你们外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们还是很快会知道的。 梁可义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周鸿旗的事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鸿旗现在要闹离婚, 他家里老头子岂能同意, 所以就找安静。 安静说, 周鸿旗在外面有人了, 而那个人就是你, 你说你到底是真的沾上他了? 还是背了黑锅? 梁可义问道, 我的妈呀, 我这黑锅背的, 她是什么人? 她老公公是什么人? 我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还是脑子进水了去聊扯她? 这怎么可能呢?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点点头, 说道, 我信你说的, 但是这个局怎么解?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这件事不在我这里, 我得找周鸿旗说说这事, 让他给他爸解释, 这个黑锅我不能背, 所以, 你更要小心, 而且, 这是安静的苦肉计, 我信你, 但是绝对不信安静, 你要做出点什么事来, 不然的话, 他们还会变本加厉地 骑在你的头上拉屎, 算了, 不说了, 我又不是纪尾的, 也不是检察院的, 我管你这么多事干嘛,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梁可义猛然间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 尤其是对于丁长生, 要求太多, 谢谢你,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间被算计了, 不过没关系,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所以, 这事, 他们既然挑起来了, 咱们, 就按照程序走呗, 丁长生说道, 你什么意思, 什么程序, 梁可义问道, 丁长生看看门口, 起身走过去关上了门, 回来坐在梁可义身边, 说道, 陶县的事情, 县委书记何兆明要负主要责任, 这是没这么简单, 而且, 何兆明在群体性事件的前几天, 就不在陶县上班了, 一直都是在湖州时遥控指挥, 没有及时地把事情处理好, 所以, 才弄得不可收拾, 至少他是有独职行为的, 所以, 我准备这第一刀, 就砍在他的脑袋上, 你有把握? 梁可义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没有把握, 但是从我现在掌握的线索来看, 独职只是一个办他的借口, 他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 这个人必须要追究的, 最好呢, 省里也给个说法, 你给你爸捎个信, 我这边开始动了, 省里, 不能没有个意见, 而且, 底昆成是一定不会同意的, 还有可能先下手为强, 梁可义点点头, 说道, 烧个信没问题, 关键是你这里刚刚才开始主持工作, 就这么大动干戈, 合适吗? 合适不合适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至少我得反击一下, 不然的话, 安静绿帽子的事, 还不都得赖到我头上?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是不是特得意, 能给安静戴绿帽子, 是不是感觉特爽? 丁长生明白, 自己要是在高调下去, 梁可义估计就要, 给自己气跑了, 所以, 这个时候装装可怜, 比什么都管用, 得了吧, 我现在都惨成这样了, 你还笑话我, 我在这里是步步陷阱步步坑了, 一个不小心掉下去, 别说是我自己了, 就是你爸到时候想拉我, 都未必能有用, 这些人都太奸诈了, 为了自己的官位和仕途,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还敢去捣估那些闲事吗? 我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 火力没那么旺, 丁长生自嘲道, 行了, 别在这里装可怜了,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路上还得好几个小时呢, 梁可一看看表, 说道, 林明水还在睡, 梁可一没管他, 自己先走了, 丁长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叫来了安磊, 厨房冰柜里的那些东西, 晚上拿出来销毁了, 但是留下点给林俭带着, 我看出来了, 中午在后厨的时候, 这家伙最馋, 看到那些东西, 眼睛都放光, 丁长生说道, 好, 没问题, 那位梁大小姐走了, 安磊问道, 走了,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看到了, 也看到, 他和你在这屋里关上了门, 嘀嘀咕咕了好半天呢, 是不是进行了很深入的交流, 安磊说着, 磨蹭到了丁长生的身边, 丁长生知道, 他的话里有话, 不吃饭的女人有, 但是不吃醋的女人丁长生, 还真是没见过, 只是吃的醋多少而已, 周鸿琦的事, 一直都在丁长生的脑子里萦绕, 他很想给周鸿琦打个电话问问, 但是又怕这样的做法会被人利用, 受人以柄, 所以一直都在忍着, 一直到了晚上, 回到了水添一色别墅里, 萧涵这一天都没有出门, 在家里做了不少好吃的, 就等着丁长生回来, 我要是不回来呢, 你这些饭不都是白做了? 丁长生进门后, 在萧涵的服饰下换了鞋, 换了衣服, 走向了餐厅,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你要是不回来, 那就说明我没有魅力了, 现在你回来了, 我的自信也回来了, 萧涵说道, 萧涵给丁长生和自己 都倒了一杯红酒, 俩人还挺浪漫, 至少气氛是很浪漫的, 周红旗一直都没和我联系, 事情怎么样了? 丁长生问萧涵道, 周老虎到江都了, 下一步肯定会到湖州来, 不见得是来找你的, 但是肯定会见你, 你说他会不会见了你就给你耳光? 萧涵问道, 丁长生和萧涵碰了一下杯, 说道, 打我也是应该的, 我让他打,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欠他的, 你欠他的, 你欠他什么了? 我虽然没有真的睡他闺女, 但是我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他儿媳妇, 这不该打吗? 丁长生看着萧涵, 笑问道, 去你的, 我早就不是他儿媳妇了, 说实话, 我很恨他, 当年要不是他的强势, 要不是我父母无能, 我能做他家的媳妇吗? 做了他家的媳妇, 这十多年的青春, 我就都搭在了等待里, 等待着丈夫回家, 等待着丈夫能搭理我, 和我说几句话, 其实你不知道, 我这么多年过得和周鸿琦差不多, 他哥虽然不是同志, 但是他哥却是一点都看不上我, 你说我能幸福吗? 萧涵说道, 那你现在算是可以了吧? 丁长生问道, 是, 从离开了周家, 我像是一个孤魂野鬼似的, 自己的钱早已败光了, 离开周家, 我是净身出户的, 所以手里根本没什么钱, 要不然, 我也不会和陈幻强那个老东西走到一起, 没办法, 我要生活, 体面地生活, 钱从哪来呢? 我娘家早已把我逐出家门, 就因为我离婚, 所以觉得, 我给他们丢人了, 你说, 这是我的亲生父母吗? 萧涵说得非常悲切, 周鸿琦不是不想给丁长生打个电话, 而是他的手机, 早就被老头子搜走了, 再说了, 自认为这件事, 和丁长生没什么关系, 尽管老头子说是, 来找丁长生算账的, 但是到了江都就走不动了, 江都都是他的老不下, 老熟人, 所以在这里见还见不过来呢, 丁长生的事就暂时放到了脑后了, 喂, 你在干嘛呢? 丁长生看到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本来这么晚了都不想接了,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性质, 什么电话都得接, 没想到接了电话后, 却是周洪奇打来的, 就连在桌子底下的肖寒都是一愣, 丁长生更是吓了一哆嗦, 差点没交代了, 没干什么, 这不是刚刚回来吗, 在吃饭呢, 你呢, 我这几天想和你联系来着, 怎么着, 老爷子来找我算账了, 你们在哪, 我是去江都等着呢, 还是在湖州等着, 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道, 我干嘛不主动点, 丁长生说道, 你傻呀, 这是和你有啥关系, 你别没事找事, 你等着他找你吧, 周洪奇说道, 丁长生刚想说什么时, 手机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 一看是另外一个电话进来了, 还是仲华打来的电话, 他急忙对周洪奇说道, 你先等一下, 我待会给你打回去, 进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好, 我等你电话, 丁长生挂了周洪奇的电话, 赶紧给仲华打了回去, 喂, 领导, 不好意思, 刚刚有个电话, 你有什么指示? 丁长生问道, 没什么指示, 我叔叔明天到江都, 我寻思着你要是明天没什么事的话, 就提前来, 跟我一起去接他, 仲华说道, 没问题, 老爷子几点的飞机, 上午十点, 你能赶到吗? 仲华问道, 我八点到你的办公室报道, 丁长生说道, 好, 那我在办公室等你, 到时候再说吧, 路上开车慢点, 不着急, 仲华说道, 哎, 谢谢领导, 喂, 刚刚是仲华给我打的电话, 这下我本来是想在湖州躲着的, 现在看来, 我不去江都不行了, 他叔叔明天来, 仲华要我跟着他去接机, 所以, 我还是要去江都, 明早八点到江都, 到时候再说吧, 你家老爷子要是真的要见我, 那就见吧, 我也想了, 躲着不是办法, 再说了, 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你家的事, 我心虚什么呀, 丁长生大言不惭地说道, 好吧, 随你, 这样吧, 你听我电话,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见不见你, 最好是不见, 他说是来找你算账的, 也不过是给某些人一个交代, 其实他心里明白, 我不是那种胡来的人, 他要是连这点都不信我, 那我也没话说了, 周鸿琪说道, 我见他不是要解释什么, 我倒是想劝劝他, 同意你离婚, 你的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而且他那么羞辱你, 你还能要忍下去吗? 丁长生问道, 哎, 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们这种婚姻,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没办法的, 我有时候想, 我就算是忍着,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忍到什么时候, 还不如现在死了呢? 周鸿琪说道, 我也想跟你一起去, 带丁长生挂了电话, 萧涵说道, 你跟我去干嘛, 你是向你曾经的老公公示威吗? 再说了, 要是让周鸿琪知道, 你和我现在这关系, 还不得和我翻脸,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还是在这里老实待着, 要么你明天就去北京, 我告诉你去找谁, 北京有秦末留下的房子, 你可以住在那里, 钱你不用操心, 我会让人把钱给你打到你的账户上, 但是每月一给, 不可能一下子给你很多, 我是有钱, 但是你得给我去赚钱, 不能败家, 明白吗? 丁长生说道, 闹了半天, 还是要我自己去做事啊, 丁长生伸手托起他的下巴, 说道, 我告诉你, 人活着, 就是要做事, 无论是做好事, 还是做坏事, 要是哪天, 你连做事的心情都没了, 你就会感觉活得很没意思了, 你这几年, 有没有想过自杀? 肖寒睁大了眼睛, 看着丁长生,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我看你就是闲的, 乡下老百姓为了讨生活, 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人就是闲了, 才会胡思乱想, 所以, 像你这种生活状态, 很不理想, 我给你一个平台, 你去自食其力, 我保证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明白, 我是对你好还是不好了, 豪门太太不好当, 而且死得也快, 就是因为啥也不干, 从精气神上就垮了, 丁长生说道, 好吧, 我明天去北京, 对了, 陈焕强那里, 你打算怎么办? 肖寒问道, 丁长生说道, 我还没想好, 到时候再说吧, 丁长生不是不相信肖寒, 只是这件事, 不可能做的人尽皆知, 自己的力量还不行, 还要借助李铁钢的力量, 朱配君的案子是引子, 所以, 这次回去, 丁长生不但是要去找周鸿琦和他老子, 还要关注一下朱配君的案子, 不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大的底细, 以至于逼得那些人开始对自己的家人下手了, 这在另外一方面, 也说明他们实实在在地打到了他们的七寸上, 天色还没亮, 丁长生就和肖寒一起出发了, 肖寒窝在后面的座位上, 身上盖着一件毛毯, 问丁长生道, 周鸿琦还好糊弄, 但是他爹绝对是一块老姜, 你还是小心点, 别吃了亏, 我知道, 你去北京别的不要干, 就给我去花钱找关系, 你上了飞机, 我会给陈尔旦打电话, 他会给你安排好一切, 吃穿住行都没问题, 为了维持你在北京的面子, 他会带你去挑一辆跑车逮捕,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喝酒不许开车, 我不是心疼车, 我是心疼你, 被逮住倒是其次, 自己的性命才是根本, 丁长生说道, 我知道, 你放心吧, 丁长生, 我感觉你这几年出去后回来, 变成一个老娘们了, 叙叙叨叨, 比我还啰嗦, 肖寒爷愚道, 早晚你会知道, 我说的这些都是为你好, 的确,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我这次回来谨慎了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丁长生问道, 为什么? 离开国内之前, 我的前面有石爱国在省里, 还有仲华, 还有他叔叔, 但是现在呢, 我的前面还有谁, 谁能为我遮风挡雨? 我干的这活, 都是得罪人的事, 中国的官场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以说, 你抓了一个人, 得罪的可能是上百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的七大姑八大姨, 老乡同学都可能得罪了, 是不是很厉害? 丁长生问道, 要我说呢, 无论是纪委, 还是检察院, 你都不要干了, 你找个城市, 哪怕是一个县, 都可以干得很好, 你有资源, 各方面的资源都很好, 为什么非要干得罪人的活呢? 萧涵问道, 我也不知道, 总感觉这是还得有人干吧, 就算是面对着鸣枪案件, 没办法, 就得硬着头皮上去, 说到底, 我欠李铁钢的, 我能回来, 都是李铁钢在操持这事, 算了, 等到李铁钢离开了中南省, 我就不干这一行了, 就像是你说的, 找个地方好好干一点时事, 所以, 我才把你送到北京去, 你要为我多找找关系, 这很重要, 不怕花钱, 但是一定要找到那些合适的关系, 丁长生说道, 好, 我明白了, 那我还要时不时回来看你, 肖寒说道, 丁长生把肖寒送到了江都机场之后, 就开车去江都市委, 等着仲华召见他, 到了之后才七点多一点, 丁长生没下车, 就在车里迷瞪了一会, 直到八点了, 仲华给他打了个电话, 这才把他叫醒了, 我七点多就到了, 在车里迷瞪了一会, 困, 开车来的, 去我里间休息一下吧, 里面有床, 我叔叔还没上飞机呢, 要等会才到呢, 仲华说道, 算了, 不睡了, 给我支烟, 提提神, 丁长生说道, 片刻之后, 丁长生和仲华俩个人相对而作, 一人一杯咖啡, 一人一支烟, 在湖州干得还不错, 仲华问道, 不错啥呀, 到处都是一地鸡毛, 没啥劲, 是吗, 但是有些人, 说你在湖州干得不错呢, 把人家都搞离婚了, 现在都说, 你小子厉害呢, 连周红旗这样的刺玫瑰都能拿下, 仲华说道, 丁长生一惊, 脑门子一下子就开始冒汗了, 这都是谁说的, 哪跟哪呀,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是不是那个安静到处说的, 这家伙也太不要脸了吧, 为了败坏周红旗, 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 丁长生问道, 仲华摇摇头, 看着丁长生, 深深地抽了一口烟, 说道, 谁说的我不知道, 我把你叫来, 也是为了你好, 你和我叔叔见个面, 一来呢, 这么久没见面了, 聊聊, 二来呢, 也算是给你站站台, 让那些对你有非分之想的人, 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谢谢领导的苦心, 我发现, 我这次回归, 接入点的确不好, 丁长生苦笑道, 你现在车还来得及, 你要是再继续陷下去, 我怕你到时候, 想撤都来不及了, 仲华说道, 我倒是想, 但是李书记那里, 我实在是无法交代, 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丁长生说道, 仲华笑笑, 说道, 算了, 不说这个话题了, 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和周鸿琦,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吗? 天地良心, 我要是真的做了, 我还不敢承认吗, 就算是安静有个高官的爹, 我站得正, 走得直, 我会怕他, 再说了, 他在湖州做的那些卧挫事, 哪一件拿出来, 不会把他的皮扒光了, 丁长生愤愤地说道, 哎, 你没做亏心事, 你急什么, 我这是在和你很正常地讨论这件事, 丁长生说道, 他说我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他这么说周鸿琦,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他是什么玩意, 你们这些圈里人不会不知道吧, 那天晚上在湖州水添一色吃饭, 你猜他把谁带去了? 丁长生问道, 谁啊, 他们两口子请我吃饭, 还有个不男不女的外国男人, 叫什么安德鲁, 当时那个安德鲁要找我的麻烦, 我也看出来那家伙和安静的关系了, 没想到话不投机半句多, 所以他想对我动手, 也许是周鸿琦早就受够了, 所以, 当场把那家伙给打了一顿, 安静的脸色很不好看, 从那个时候起, 从安静那里出来那些谣言了, 这家伙, 还真是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丁长生说道, 仲华点点头, 说道, 我明白了, 丁长生没觉得自己说什么, 看向仲华, 仲华不说话, 丁长生笑问道, 领导, 你明白啥了, 明白你为什么不回来, 非要待在湖州了, 你这是要挖坑了, 就是要把这几个人都埋了, 仲华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领导, 你高看我了, 我现在暂时能做到自己不被埋了, 埋别人, 我还做不到, 但是湖州的确是成了安家捞钱的地方了, 倒是真的, 一个一个的项目, 吹得比天还大, 但是没见哪个项目开始盈利赚钱了, 而这些项目都是银行贷款, 都是靠讲故事在撑着, 什么时候到,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是很多, 长生, 今天这里也没别人, 咱俩说句心里话, 出了这个门, 咱俩的话都不能向外泄露半句, 明白吗? 我知道轻重, 请领导讯事, 我听着呢, 丁长生喝了口咖啡, 说道, 仲华没有立刻说话, 而是起身将咖啡壶拿了过来, 丁长生急忙起身接过来, 然后为仲华和自己满上, 仲华考虑了一下, 低声问丁长生道, 你说我们这代人, 还有理想吗? 丁长生闻言笑了, 说道, 领导, 你这话问的, 怎么这么, 有些特别呢? 是不是很久没人和你谈过这话了? 长生, 我虽然没从镇上干过, 但是, 我也是在县里干过的, 基层的老百姓也是接触过的, 你感觉现在的老百姓, 对我们这些当官的, 还有信心吗? 仲华问道, 丁长生这才意识到, 仲华不是在开玩笑闲聊, 他是在认真的和自己谈一个问题, 就是官场生态问题, 官与民的关系问题, 说到底是现在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有没有信心我不知道, 但是我接触过的老百姓, 对我们党的那种亲切和依赖感明显地降低了, 别的不说, 就是一个村上来说, 村干部就是党, 这个村干部好, 那就是党好, 村干部不好, 老百姓就是开始骂党, 再说了, 去哪个村上问问, 过得最好的, 肯定是村支书, 或者是村主任家,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的情况, 放到以前, 这可能吗? 这不是新时代的地主吗? 丁长生悠悠地说道, 仲华已在椅子背上, 听丁长生讲完了, 问道, 你先是干纪委, 现在又干检查, 你对接触到的那些官员, 有什么感觉?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 你刚刚和我说的理想, 说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吧? 我敢说, 他们没有一个人, 还有这种理想, 当官的想着贪, 想着往上爬, 就是不想着所谓的理想, 虽然整个社会还在运转, 但是哪个官员内心里 还有那种理想? 反正从我接触到的这些人里面, 他们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对我们的制度丧失了信心,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这些领导者都这样的心思, 老百姓只管过好日子, 不在意台上的人是谁, 这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啊, 我问你这话, 也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你还有这样的理想吗? 仲华问道, 丁长生被问到了自己, 这话该怎么回答, 一下子难住了他, 你不用有顾虑, 我也说了, 咱们俩之间的谈话, 只限于这个门内, 出了门, 就当没有说过这话, 仲华说道, 我吧, 没想过这些, 我想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 没想过这些, 眼前的工作就够多了, 没时间, 再去想所谓的理想, 但是有一点我是认同的, 那就是, 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这一点毋庸置疑, 丁长生说道, 所以, 长生啊, 我问你的意思, 就是提醒你, 别一门心思砸到你以为的陷阱里, 你要多想想, 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官场上, 虽然还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迟早是要解决的, 即便是不能解决, 那我们就要躲一躲, 没办法, 现实就是这样, 在理想和现实相互矛盾时, 现实总是要优先的, 我们是人, 要懂得变通, 仲华说道, 领导, 我明白, 明白就好, 我就怕你在国外待了这几年, 回来后再不适合国内的官场了, 那是个很要命的事, 凡事不适合的, 一定是最先被淘汰的, 仲华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仲华看看表, 说道,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他这次来中南省很着急, 我也不知道他是要来干啥的, 总之, 你有时间呢, 就陪他说说话, 我太忙了, 肯定没多少时间陪他转悠, 丁长生虽然答应着, 但是心里却很疑惑, 自己也够忙的了, 哪有时间陪他呢? 一步 Transf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